大家好,我是Ritcher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给大家带来 就是说你的产品已经卖的不错了 或者说你已经注册了美国商标 欧洲商标 同时你已经录注了亚马逊之后 你可以利用这些商标录注之后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能利用这个商标来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很明显的一些好处 都是说你可以制作一个A加页面 对吧 A加页面增加你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页面 但是今天我谈的这几个好处 今天我谈的四个好处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你可以利用起来的 你可以利用你的品牌 录注亚马逊之后 你可以分析品牌的一些数据 还有你可以说做一些测试 第一个在你品牌录注亚马逊之后 你能做的一个操作 就是进行一个A、B测试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 到底用这张主图表现比较好 或者另外一张主图表现比较好 或者说用这个标题表现比较好 还是用那个标题表现比较好 在你有这个品牌录注之后 亚马逊就会给你这个功能 你可以利用你品牌里面的一个功能去测试 帮助你同时去测试你的标题 标题表现是A、B测试它好不好 还有你的主图A、B测试它好不好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右上角这边 你品牌录注之后 点这个品牌 品牌之后有一个管理实验 你进行一个实验 A、B测试的实验 你点开这个实验之后 然后它会有一个创造新实验 创造新实验点下来 你可以创造一个商品名称的实验 也可以创造一个主图片 主图片的实验 就可以帮你测试 A、B测试你的名称和图片 选择你想要的一个产品 进行一个实验 选择参考A-SAN 选择了之后 在这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试验名称 试验名称 你就可以填上什么什么产品的图片 主图A、B测试 然后这边是你把 这边你可以选可填可不填 就是说你填为 你把这个A图转为B图 你的销售是会增高 你预测销售会增高 你可以把它填上去 然后主图 然后这个是版本B 是你要测试的一个B图 测试的一个备用的一个图片 那亚马逊会随机的 他会随机的把这个备用的图片 展示给顾客 然后会测试顾客的一个反应 然后看顾客点击量会不会更高 最后他会告诉你 他的一个点击量是不是更高 销售是不是会更高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用这个方法 刚才的方法来测试一个你的一个标题 可能你觉得这个标题和A标题和B标题 到底哪个标题点击量更高 转换更好 所以说你也可以这样测试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可以利用品牌实验里面 进行一个A B测试 图片测试和标题测试 第二件你可以考虑的事情就是说 你可以做的一个行动 在你品牌录注亚马逊之后 你可以是了解到顾客会不会重复购买你的产品 那你是不是想知道你的产品是不是一个顾客 同一个顾客会常常的去购买的 是不是一个消耗品 你想了解这个数据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做到 就是说在品牌下面 品牌下面有个品牌分析 品牌分析之后你点进来 然后会点一个重复购买行为 点重复购买行为之后 你可以在右上角选择你要看的一个Ason 也可以不选然后看你整个店铺的一个重复购买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边有几个数据会告诉你说 重复顾客占总数的百分比 然后在这边是3% 我这个产品是3% 因为我这个产品不是一个重复购买的一个产品 不是一个消耗品 如果你这个产品是消耗品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营销手段来增加你的一个销量呢 是不是可以说这个顾客已经是你这个品牌的一个忠实顾客 他常常在你这个品牌购买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到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 可以了解到你的重复购买率啊怎么样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增加其他的一些销售方法 第三个行为你能做的 在你录注亚马逊之后 品牌录注亚马逊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的主要竞争对手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什么 你可能知道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哪些 但是你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来分析说 具体哪个才是你的主要竞争对手 你的顾客到底是在哪几个产品之中抉择 在和你和其他的产品之中抉择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边品牌分析里面也可以帮助你 我们进入一个点击品牌 然后有一个品牌分析 点进品牌分析之后 我们点一个商品比较和替代购买行为 替代购买行为 然后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的 可以在右上角输入你想看的一个产品的ASIN 同时也可以说你不输的话 就是全部的产品都能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边他会列出五个产品 顾客常常比较的 他会把你的 这是你自己的产品 ASIN 然后第一个对比的ASIN 他会把ASIN也给你 第一个对比的一个产品 他会还还会给出一个以对比的百分比 哪个产品顾客对比的更多 对吧 对比的百分比 他会给你五个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哪几个产品 是你主要的竞争对手 他会给你一个数字 具体的一个数字 百分比是顾客相对比的 同时说他的下面还会有 就是说顾客如果没有购买你的产品的话 他购买了哪些产品 没有在你的页面下单的话 他在哪些产品之后下单 然后这边他会也会给出你五个产品 他下单的产品 没有在你这购买 但是换了其他家去购买 他会给你下单的一个百分比 在这边也会给你 所以说利用这个 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竞争对手是哪些 顾客没有选择你的产品 而选择了他们是选择了哪些竞争对手 第四个行为你可以做的 在你产品录入亚马逊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listing上 你的产品链接上上不了视频 就像这种视频一样 像有视频能更好的展示你的产品 增加你的产品的一个转化率 然后你有没有你想不想有这个视频 在你品牌录注亚马逊之后 你就可以上架这样的视频 然后上架方式是在库存里面 找到上传和管理视频 然后在这边就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之后 你就可以说上传 你想上传的一个视频 它是MP4也支持 MOV也支持 低于5G就好了 然后在这边写上你的一个商品名字 然后把你的ASIN 把你具体想上的那个ASIN 然后把这ASIN写下去 然后这边是缩略图 就是一个首图 像视频没开始之前的一个首图 把这个也填上 然后提交 这样你就能把增加你的转化率 把你的视频上到你的产品链接上 你在你的品牌 品牌分析里面 是亚马逊给你的官方的数据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数据 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 这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板块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像这个品牌分析里面 这些数据都可以去看一看 仔细了解一下 亚马逊官方给你的数据 非常准确的一些数据 然后你能 就是说不要浪费这些功能 那以上就是四个行为 你可以马上行动起来 马上利用起来 在你如果你的品牌 已经录注亚马逊了 可以帮助你说增加销量 增加转化率 分析更好的分析 竞争对手的数据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觉得商标注册 录注亚马逊值不值得 你会不会去做 然后如果你已经做了的话 你有其他的一些 什么技巧你在运用的 在你商标注册亚马逊之后 你也可以分享 分享给大家 分享在下面留言 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喜欢一下我的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会推出更多的 关于生意思维 亚马逊FBA 跨境电商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Richard 拜拜 拜拜